你好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仲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 過獨立製作 我們通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 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議題 那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去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能夠走得更遠 做得更多更好的報導 我想年底的選舉 已經一步一步的接近了 我不知道你在這個年底 假設你要投票 11月26號在投票的時候 你選擇的標準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陣子的年底的這種討論 仍然是在 這種所謂的學歷啊 或者是在這個抄襲啊 或者是血統部分 在做一些討論 我想這些部分 有些是值得真的要在 好好的釐清 包括我們之前跟大家 談到過的 這個有關我們的 這種所謂的學歷 學歷我覺得倒不是 最特別重要的部分 因為學歷高低 並不是一個選舉的標準 或是關鍵 但是學歷本身 會不會造成某種的態度 這可能是一個 我們要去檢視的部分 另外一個我們要檢視的是 在於所謂的論文的抄襲啊 我覺得論文這件事情 可能也會涉及到 誠信的問題啊 那當然包括我們在 之前節目也跟大家提到 除了這誠信問題要討論之外 還要背後的 這種制度上面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 所謂的門神的現象的產生 也是我們要值得關注的啊 不過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雖然會跟他討論到選舉 可是跟剛剛談的這些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性 前一陣子 台灣的婦女團體 開了一場記者會哦 也是有關於女性的參選 里長這一件事情哦 那這其實也讓我覺得 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跟議題 就是 好像我們的女總統已經出現了 我們的立法委員的 女性的比例很高 可是女性里長的比例 相對價值比較低哦 只有百分之十幾左右哦 那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但是你在社區裡頭 你又看到真正在做工作的 或者在做這種承擔 這些所謂的基礎責任的 很多高比例的都是女性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哦 那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就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中山大學公事所的教授 彭彥文來跟大家討論這個話題 老師彥文你好 中小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先請彥文先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為什麼你們上一次會開了一個記者會啊 就是這個記者會跟女里長有 女性村里長有關的記者會 為什麼會開那個記者會呢 呃我們那個記者會其實是我們 就是來參加我們培訓班的 呃有30多名學員 他們都已經登記要參參加今年年底的村里長選舉的女性哦 然後就是呃其實這是我們一個兩天一夜的工作坊的第二天上午 那透過一個記者會來呃 然後跟他們一起揮旗啊 然後跟他們一起揮旗啊 來有個適失的儀式來幫他們打氣 然後也讓他們更加感受到那個選舉的一個 真的是進入選戰的這樣的一個氣氛 對所以其實是一個打氣還有對外宣示的這個作用為主 嗯哦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啊 這跟政黨有點像啊 政黨也是要這個揮旗然後要鼓舞要打氣 那為什麼女性的里長去參選這件事情要特別的打氣啊 這政黨我們可以理解 那女性里長參選 這這這是一個很特別或者是一個一個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要特別的去鼓勵這件事呢 呃因為我們一直在鼓勵女性參選嘛 那透過這個儀式我覺得就像你說政黨 然後我們雖然不是政黨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就是說一個團結 的一個群體啊 那我覺得婦女團體透過這樣的 她是就是婦女團體透過這樣的這個儀式啊 來把我們的期待賦予他們也預祝他們慎選 那其實也讓他們感受到這個成為一個公共人物啊 有記者來採訪這樣的感受 我覺得也是帶他們往這個參政的路上更加進階 嗯嗯 不過很可惜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而且特別是我們待會整個的主題就會跟女性參政 或是女性參與村里長選舉 這件事情是很大的關係 可是即使你們辦的這樣一個 呃逝世的記者會在媒體的曝光 其實相對也真的比較少 就是我們幾乎這一陣子 大概都被學歷啊 或者是這個 呃這個血統啊 或者是這個父母親的有沒有緋文外遇這件事情 整個都混雜在一起啊 當然這個我覺得這也是需要檢視的 只是很可惜啦 那不過我們回到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就是女性的村里長參政 那但是在談女性村里長長的這件事情之前啊 我有一個比較大的好奇 就是部長啊 臺灣已經出現女總統 而且這其實也是在 呃在亞洲國家 其實相對比較罕見的 有個女性的 這個最高的領導者是由女性來擔任啊 那我們已經有女總統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整體臺灣女性的參政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呃 我有稍微準備這個題目啊 就是說我們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女性參政在立委啊 或者甚至其實在縣市議員層次都還是蠻很 就是說很傑出的啊 那在國會的層次呢 我們女性立委有41 之前有41.6% 那因為這個這個年初的這個 林靜怡這個呃 補選上來之後變42.5% 所以他一直就是亞洲第一 在全世界大概十幾名這樣子 那在縣市長 我們現在也有七位的女性的首長 那今年其實我看到各黨 提名的女性的縣市長的人選也都更多了哦 所以我看這個數字有可能是增加 然後縣市議員呢 我們在直轄市的部分有35.8的女性 那縣市一般的其他縣市有32.1% 其實平均起來33.7% 所以也是很高的這個比例 那就算比較基層一點點的鄉鎮市代表 女性大概是有四分之一 就是24.9% 差不多四分之一 所以最低的比例的就是村里長 女性現在是16.6% 那這也是我們這一次台灣副全會 就我協助台灣副全會來一起 其實已經不是今年了 我們已經辦了四年了 從2018年的選舉到現在就是 希望能夠鼓勵更多女性在基層的政治 參政上面可以鼓勵他們參選 當選 我覺得蠻好奇的 就是你剛剛談到這些不同的 我們當然還沒有討論到在行政部門 工部門的這個女性參選的比例 或是部長級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在過去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性別主流化的議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待會也許有機會我們再來繼續討論到 整體性別主流化 在台灣的這種所謂的政務官上面的 這種女性的參政的狀況是什麼 不過回到剛才在談的一個比較大的焦點 是在於這個 民意代表的這部分 那看起來你提到的這些數字 會讓我有一種感覺 是不是這個民意代表層級越低的 女性的參政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那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差異呢 就是照理講 我們感覺很多東西要從基層做起啊 那基層反而是最少 那但是女性的這種立法委員 他的比例是高達到49% 跟其他亞洲國家已經是最高了 為什麼會有這些差別啊 好 那解釋台灣的女性參政 為什麼在中高層級的表現都這麼好 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歸功於這個 我們有婦女保障名額這個機制 因為其實我們的女性參政一向 就是說政治這個領域一向是 被視為是男性的場域嘛 所以它長期以來是有著結構性的不平等嘛 所以其實要有一些制度性的介入 那婦女保障名額 就是這樣的一個制度設計 它可以介入去讓大家看到 就是透其實透過婦女保障名額 縣市議員都是高票當選的 所以但是如果沒有婦女保障名額的話 在過去縣市議員選舉的提名 男性的這個都已經搶不完了 所以這個很少能夠讓女性有機會 所以其實它這個擾動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在這個縣市議員的層級是最明顯 就是那個女性的那個議員就變得比較多 那立委也同樣類似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立委 我們國會的部分區的部分 有要求政黨的提名名單是二分之一的婦女保障名額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的中央 跟地方因為這樣的一個制度性的這樣的攪動 然後現在就是有一個比較正向的循環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在討論 不要再叫婦女保障名額了 我們可以未來改為性別比例原則 因為有可能未來男性的名代會越來越少 那但至於在低層比較基層的部分 特別是村里長這個部分 因為只有一對一的對決 你很難去施行婦女保障名額這樣的制度 因為就是只有一個嘛 所以其實就很難這個制度性的介入 其實有它的困難性 所以我們就其實也是因為有建於這樣子 我們才會覺得婦團的出面跟陪伴 其實是另外一種制度性的介入的方式 就是我們透過集體的力量 來打破這種結構性的限制 我這邊有一個好奇 就是你剛剛談到在這個縣市議員的部分 因為有婦女保障名額 所以這個比例是在提高的 但是回到一個很現實的狀況 是總統沒有婦女保障名額吧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總統是可以憑著性別 或是一己之力好了 政黨的力量他一樣可以選擇上 所以這很多人會去質疑說 為什麼還需要婦女保障名額 為什麼在婦女保障名額的狀況底下 在某種類型的選舉上 她的這個女性的當選的機率 比例會是比較高啊 我覺得總統這是非常特立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雖然就算有一位女總統 其實要什麼時候才能有第二位 我看現在目前放眼看去也很難看見 這個已經被這樣子有計劃的栽培的這種 可以作為領導 國家領導者這樣的人選 所以其實總統跟婦女保障名我覺得還是 是兩個完全不同 比較不同層次的事情 對 所以在過去我們其實還是 因為結構性的不同有非常多的席次的 這個立委跟議員是 過去是男性主導的嘛 所以其實還是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 不同的機制的設計的介入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現在可能已經不叫婦女保障名額了 可能其實可以改為性別比例的原則 性別比例原則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再多說一點嗎 就是你剛剛談到可能男性在未來 也許不會是這個優勢了 在某種狀況底下 比如說現在其實在很多政府部門的 委員會都有一個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原則的 就任意性別不低於三分之一嘛 那也許我想未來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來保障男性不要低於33%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 而且其實是蠻不錯 就是他也許在男女的這種短期之內 還是有些差異 但是也許慢慢的這個差異會變小 或是可能那個差異會產生一些變化 但是在這種所謂的政治的領域上面 或是公共領域當中 這種不同性別的參與 不管是傳統的男性女性 或是跨性別 或是其他的性別的分類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一個 至少從性別的角度 是可以看到比較多元的樣貌 那其實 也做過不少 有關於這個女性參政的研究 那自己也參與過政黨 然後也自己參與過選舉 你自己在自己實際的這個感受 或者是在於在研究當中 你的發現就是女性跟男性的這種參政的難度上面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呢 那從過去跟現在來做比較 那這個所謂的有什麼樣的改變 或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它其實一直都不會變 我想那個在過去女性是 就是連進場的機會可能都沒有 就是因為那個進場的那個網絡 是男性的網絡 然後而且這個文化上 也被視為女性是不適合 男人是政治的 這個政治是男人的領域嘛 就是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一個分工 所以其實我覺得過去很大的阻礙 就是這種女性沒有辦法透過這種網絡 或者這個派系被看見 那這個問題在剛剛我們講 藉由這個婦女保障明兒後來攪動 然後讓大家越來越看到女性的 一個潛力的這種參政者之後 有所改變了 但不變的就是女性她 如果說她要參政的話 她的私領域的角色 還是繼續是很多女性的籤伴 這個我們檯面上看到非常多女性的優秀的 這個參政者如果說中高層級的 你會看很多是單身 要不然的話就是她 背後的可能是家族 家族就是賦予她一個出面代表這個家族出來 是家族支持她 在付出政治類的嘛 就是早期的 對 早期的這樣 即便是現在也是因為她有一個家族的支持 因為家族可能有一個政治的傳承 所以其實私領域還是對於女性的限制 還是遠比這個男性大的 那另外就是說在社會化的過程中 這個女性當然也比較缺少 對於領導的這種機會的訓練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在 這也是其實是我們為什麼覺得需要一個陪力班 即便是在這麼基層的村里長的成績 那我覺得也是 雖然我們其實隨著性別平等的進展 現在年輕的女性比較多這個被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了 有領導的機會了 但是當她真的要參與政治的時候 我覺得她要克服的這些 這種文化上的阻礙 還有包括資源上的募集的阻礙 如果一個個別的女性都還是更困難了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改變比較慢的地方 你剛剛談到那個文化上或資源上 就讓我想起來 其實我們自己也常在不同的 就是我們也在民雄 然後在嘉義在不同的村子裡面走動 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派系 事實上台灣的選舉 台灣的政治事實上 那個幫派性格還是蠻強的 這個幫派性格就是所謂的以男性為主的 這種所謂的文化的特質 那這裡面可能包括你要跟人之間高筊 你要去拜訪 你可能要去喝酒 這可能都有她一些男性性別上面的潛規則 潛規則 我不知道你剛剛談到的文化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跟這種所謂的 以男性去在基層上面掌握派系狀況的 這種情形是有關的呢 我覺得這個當然也是一個 就是說這種網 就我剛剛講這種網絡這種文化 這種環化的方式 就是一個女性可能不是被排除的 獲勝或者格格不入的嘛 但我覺得剛剛講的文化 也包括選民本身 他就是可能對於女性的參政者就不信任 或者是會覺得 就是看到女性要積極的競爭 或者爭取權利 就是會有一些這種刻板印象 這個負面的標籤 那或者是很多 現在更多 比如說對於這個 女性的 年輕的女性的外貌啊 等等的這種批評 這些都是 比較少加諸於男性的這種候選人的 文化上的這種對於女性的 這種刻板印象跟歧視 這的確就是我們可能看到 競爭 感覺這種所謂競爭 或是所謂刀刀劍 應該是男性的事情 或者是積極的去爭取 某些的這種公共領域的發言 好像是一個男性的事情 即使在這個不只是在選舉 我覺得在班級上面 可能這樣的一個現象 就是在學校裡面 這個問題恐怕還是一樣是存在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再跟彥文做一些請教 就是 那剛剛談到的 這是目前有的現象跟狀況 那未來有什麼改變的可能性嗎 就是從你的角度 或是從這個婦女團體 性別團體的角度 他怎麼去推動這些事情 我們先休息一下 謝謝 既然的越上場景 公共統計全台灣越上場 你長不夠十七趴都是 男朋友做你長比較多 要來打破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有透過一些 男朋友背分斑 來這裡再背 鼓勵鼓勢可以參與到公共事務 就是希望未來當選 之後在社區裡面 可以翻譯改革的特性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總長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幾乎照顧 鼓勵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議題的整理 還有新聞的回顧 帶大家去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非常期待 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走得更遠 走得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報導以及訪談 那我們透過節目 透過我們的報導 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一起討論的是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所的教授 彭遠文 彭老師 也文你好 鍾翔 大家好 我們剛剛上一段節目當中 有談到 這個女性參政的一些困難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也想要再繼續談下去 就是你自己曾經在媒體訪問的時候表示過 這個20年來基層性別政治 仍然是緩慢 剛剛事實上 你有談到一些在文化上面的一些問題 那在制度上面 有什麼樣的制度造成這樣的一個現象嗎 這種緩慢的現象嗎 我覺得在基層 像我剛剛提到 因為這個一對一這種選舉 通常就是在國際間的研究也都知道 這種一對一單一選區的選舉是不利益女性的 那但是特別在基層 因為這個本身的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化在我們的基層政治本身就是緩慢的 你從這麼多到這一次 我看也都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村里 都是同俄競選 就可以看到說很多的村里特別越這個 你可以說凝聚力強的 就是他相對就也相對有保守 他可能這個明明老里長做得不好 然後已經年紀很大了 這個我甚至有聽這個笑話 就是有些真的都已經拿著尿袋在服務的 那這個這麼年紀大 但大家還是他如果自己不退或者是沒有往生 大家就不好意思去取代跟他競爭 我上次有很多的人際關係 村里的這種 所以這種人際的網絡 還有這種壓力會讓這個改革變得很慢 所以他本來替換就是一個就緩慢的 那在村里當中又 對於女性的這個角色又更多限制 在有些在有些村里 所以其實這也都造成說 女性的村里長的比例會相對於中高層都這麼比較是相對 比較落後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還蠻重要 特別是在一些比較基層的這種文化裡面 這種現象特別的明顯 那另外一個跟這個現象有關也是你曾經 談過的一個議題 說過的一段話說 你曾經說過這個有14%應該是在幾年前 14%的女性當選里長 跟7成的女性在社區當志工 這其實是非常懸殊的差別哦 所以我們要鼓勵女人能夠去爭取 也不要畏懼爭取權利 這邊我其實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跟我自己的觀察很像 就是我們自己常常跑社區 然後我們就看到在社區裡面真正 投人可能男性跟女性的比例沒有差很多 可是在做真正在做事情的人 女性的比例就很高 然後在參加這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男性都坐在他旁邊 然後就覺得說我幹嘛做這無聊的事情 然後大部分就是有女性來去服務男性 就覺得那個結構那個生態很有趣哦 那這個其實我非常認同 就是在社區裡面 真正在投入社區的性別來看的話 女性在這種所謂的很重要的工作上面 或者是一般的基礎的工作上面 投入非常多 可是你又談到一個東西 就是在於所謂的爭取權利這個部分哦 但是就會相對之下 是沒有那麼的積極哦 或者是說缺乏了某種的鼓勵 甚至你提到是一種畏懼權利這種現象哦 那這部分我就會產生另外一個好奇 就是 我們其實從小也就選過 選過班長嘛 我們也選過什麼小市長嘛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 有什麼自治幹部的選舉嘛 那為什麼女性仍然會去畏懼爭取權利 或是爭取權利 這件事情在性別上面 或是在現在的文化上面 性別文化上面 那到底產生了一個 什麼樣的限制的作用啊 我覺得世代是有差別啦 我你剛剛說班長小市長 在現在這個世代 當然這個男生女生都大概都 都可以積極參與積極競爭 可是至少在我 比如說這個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的這樣的世代的人 其實小時候 很多時候班長也都是男的啊 我其實一輩子都沒當過班長耶 我都當副的 我也是我也沒有當過 哈哈哈哈 哦好 那但是 所以其實 男生當班長 女生當副班長 是我們這世代 比較主要的正常的現象嘛 對啊對啊 女生都副的啊 即便成績比較好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這個當然就新一代可能就比較改變了嘛 可是我們在基層現在參加里參加村里長選舉的這些社區婦女 其實很多就是我這個世代的啊 就是可能過去就比較沒有這樣的一個成為領導者的機會跟訓練啊 那他們好不容易有興趣 而且其實我們很多的學員 他們是本身就在社區已經當志工很久 當愛心媽媽 或者其實有些已經是社區理事長的 社區協會的理事長也蠻多的 因為這個在社區裡面其實有 剛剛講有將近七成的這個志工是女性嘛 可是你要慢慢爬到這個理監事社區協會理監事 就大幅的降落到兩三成而已哦 那到理事長的成績也就是兩成多而已啊 那然後再進一步你要參政啊 從一個當你如果當理事長要參政 這有點理事長還是一個感覺是一個服務性的角色啦 對服務性民間角色 可是他已經他已經等於是有領導經驗 但是他要在參政也是跨一個坎哦 他也是要很大的心理的建設啊 然後要能夠這個獲得大家的支持啊 所以其實我們的這個我們其實就是覺得說 他們呃也需要更多的這個陪伴啊 還有就是說呃來告訴他們怎麼選舉啊 這種實際的這種真實的選舉跟選理事長 還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們其實透過辦這樣的一個呃 村里長人才的培訓班好來 呃來我們講的賠勵他們 對讓他們可以更有這個經驗 更有準備 所以你們其實在四年前就辦了這個女性村里長的培訓班 當然為什麼是女性我們大概在整個討論當中 就已經知道他的主要原因 那你們這些培訓班到底在談些什麼東西呢 什麼去鼓勵大家 去去做所謂的參與或者是怎麼去讓大家去了解一些基層的事物呢 呃我們這個通常會分 初階班跟進階班 初階班的話我們 但是都會邀請現任的村里長也不分男女啦 因為其實也有很多男的里長做的不錯啊 嗯所以我們其實就是讓他們大概知道里長的一個好的在社區經營可以推動哪些事情啊 讓然後這個怎麼樣組織怎麼樣開會啊這個很基本一些 呃因為開會其實有很多有趣的方式嘛 不是只有李明大位那種很 大家根本不想來要用禮物才大家才來這種方式 所以我們也介紹一些新的方式啊 然後這個也當然也有從性別的觀點來談這個為什麼這個呃女性的意見 女性的觀點是重要的等等 這是大概是初階班 那到了進階班其實就我們剛辦完這個選前的特訓營 我們就花了很多力氣在講選舉這件事情 怎麼樣參選怎麼樣呃這個文宣 呃然後怎麼凸顯自己呃就請很多現任的或者是剛好新科里 就是剛選上一屆的這樣的新的年輕里長來分享他們的實戰經驗 那這個就非常熱門因為他很實用嘛 對他們準備參選的這些候選人來說啊 所以就QA的場合都往往都非常時間都不夠 對那其實就透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們呃獲得更多資源啦 因為畢竟女性其實呃可能很多時候在相對的網絡比較少 所以他在社群裡面要單打獨鬥 或者是說只有他的家人有時候還不是很支持這樣 這種所以他必須要突破很多的這個呃阻礙 那這個時候有婦女團體來呃support他們來支持他們 我覺得對他們來說就是都很就他們的參與的時候之後都都更有信心 然後呃更有準備 對而且更重要一點就是透過辦這樣的一個班 我們把這些女性建立了網絡啊 所以他們在那個群組當中丟來丟去那個訊息 真的我們每天訊息都很最最爆多的哈 上百訊息都是我們的里長群組 因為他們有很多文宣啊什麼選舉小物啊 還有這個選舉的規定啊 很多的意見都會在這邊交流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絡對他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支持 我覺得這蠻好啦就是在這個以後 可能大家會有很多假設當選會有很多相互之間要去協助 或者是這種連結的一些過程啊 那很重要是所謂的討論啊 就是很多的基層的那種所謂的公共討論 相對之下可能是比較少的 那但是你剛剛談到一個 不管是在這群組內部 或是在這個所謂的一個培訓營當中 事實上也都非常強調怎麼帶大家討論 因為我們常把民主等同於投票啦 但是投票可能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 其實更多的更重要是在於討論 怎麼樣把意見交流或者整合 然後在不同意見的狀況 還可以一起做事 我覺得這其實可能在基層當中 是越多 要不然會常常看到在基層的生活當中 派系為什麼會這麼多 是因為小小的不爽 然後不知道怎麼解決 然後就會開始一輩子的衝突 我覺得有時候看起來也蠻累的啊 那在這裡面其實 我想要再進一步 可能是跟性別是有關 就是好 那女性在擔任村里長的這種狀況啊 就是女性的生活經驗 或者是她的性別這一種角色 在執行里長 村里長這樣的工作的任務上面 會跟男性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好像這個為什麼會鼓勵女性參政 是因為 他的這種文化的限制 或者制度上面的限制 可是在性別的特質上面 他有什麼不同嗎 或者是有什麼樣重要嗎 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女性也有很白白種 那也都有不同的特質 但是當然很多時候 因為大部分在社區裡面 很多女性她是有照顧的經驗 所以其實她 對於社區的這種需要照顧的人的關懷 我覺得是很明顯的 就是包括長輩啊還有小孩 怎麼樣去設計 能夠他其實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這種照顧的這種熱心 熱情 那其實也不只是我們的觀察 這個我們在邀請民間團體來跟 我們這個其實在這個培例當中 我們也邀請MGO的團體 來跟這個村里長參選人交流 就是跟他們說 未來如果你當選里長 你可以在社區裡面做什麼 那這那個我就印象很深刻 那個在做動物保護團體的MGO 那個代表就是說 他們其實一直在跟結合村里長 想要推一些那個動物的關愛小站啊 或者是送養動物的這種服務 那發現說丟出很多邀請啊 會回應的都是女里長 他們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會關心這個議題的 那都好像女 或者是里長的太太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其實他們就很力挺我們的計畫 他們希望更多女性來當選 因為女性可能他把他的一些關心的事情 延伸到對動物的關懷 他不見得是傳統的愛媽那種餵養 而是說他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應該要解決的 而不是就是不管他 因為可能很多 對於一些村里長來說 特別比較年紀 資深的村里長來說 可能這不是 就是他可能就找動保出來抓走就對了 他可能不會想到說 有別的方式可以把這個問題做更好的解決 也不會想要學習 所以其實我們的NGO都很期待能夠有女村里長 因為女性對於學習這件事也是 一直不斷的進秋這件事 也不會像男性一樣 好像年紀大就不想再問別人了 好像就覺得自己最懂 那我覺得女性我們看到很多資深的女里長 也都甚至我們的裴力班也有許多現任女里長 也有一些現任女里長還在報名 他們覺得他們也想要再多學一點 我覺得學習這個心態也是 可能在女性在很大的不同吧 虛心虛 所以學習的心態 或者是在面對一些問題的那種態度 或是處理的方式 我覺得 對特別是你剛剛講的那個關懷 我覺得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在在社區裡面 你會看到理事長 他可能扮演的是一個 揪大家來開會 可是真正關心社區裡面的人 是所謂的理事長夫人 對那為什麼不是夫人就來當理事長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在這樣的一個培訓課程當中 你們跟這個中山公事所 還有跟這個婦女聯合會 也出版一本書 里長可以這樣做 然後里長社區經營手冊 那為什麼會有想要出這本書 那出這本書裡面 特別要談到現代社會的里長的 可以有什麼樣的 好像有多重的角色 他到底有哪些角色 是可以是現代社會 當代社會里長 可以發揮的一些功能跟作用 我們會出這本書 其實就是從我們 除了在量上面 希望女性增加之外 女性的村里長增加之外 也希望在職上面 就是女性的觀點 女性的關懷 這些重要的議題 也可以讓更多的參選人學習 所以讓他們參選後 可以做一些更好的里長 那所以其實我們講這女性觀點 也不是說只有生理女性的里長才有 其實很多男里長也都在做這些 具有關懷照顧的這樣的 而且做得很好的這種實作 所以其實里長可以這樣做 其實就是在我們在培訓的過程中 就聽到很多里長講的真的很好 就覺得說 光是來參加我們工作坊的人 聽到有點可惜 我們應該把它收錄成為一個手冊 讓有心參選的村里長的候選人 或者是已經在當村里長的人 都可以在持續的了解 別的村里長其實已經做到什麼了 他其實也可以學習來做做看 那可以其實充分發揮 這個村里長的這個角色資源 那你剛問到說村里長的角色 我們就是其實是定位在他 其實當然他是一個基層政治代理人 因為他是選出來 他跟社區協會只要30個人成立就可以選 其實還是不大一樣 因為他有一個民選的代理 所以他應該能夠促進一個民意的傳達 然後扮演這個不是只有政令傳達 他也要把基層的民意可以做一個傳達 然後他也是這個社區的經理人 邻里社區其實現在我們這本書其實 很大的部分就是在做一個社區經理人 所以其實就算你不選村里長 也都可以參考這本書去知道說 在村里面可以做很多議題 從這個關懷的照顧 然後到關懷照顧是針對人的部分 然後再針對環境空間 怎麼樣營造一個更宜居的 更友善的 更無障礙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到怎麼樣在一個永續的社會 我們現在社會強調永續發展 在永續發展上你可以做什麼樣 讓你的社區更環保更低碳 然後也更重視文化的多樣性 所以我們大概在很多面向上 而且其實重點就是說 不是只有談里長可以這樣做 是直接舉出真實的案例告訴你 已經有里長這樣做 所以其實藉由這樣的方式 希望這個里長可以 對就是有更多優質的里長誕生 我覺得這本書我看完 我覺得他不是要當選里長 或是對里長有工作有興趣人讀 就是你只要對社區有興趣 或是你想要做一些社區的一些服務 或是社區工作有興趣 我覺得都可以讀這一本書 因為我在裡面看到說 原來社區有這個面向是可以做 但是我以前沒有想到 有那個面向可以做 那也許我可以再動員 或者找更多的社區的夥伴 一起來做這些參與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是 很紮實的一種 所謂的社區營造好了 或是所謂的社區互助的一種 一種一個質疑 或是這樣的一個內容 那我想最後想要再回到前面 跟你討論過的一個議題 就是我們看到阿扁當總統之後是性別主流化 然後他也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政策的方向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的狀況 你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灣 在選舉上面可以看到民意代表 在上在這個部分越往基層的這個民意代表 女性的比例 他相對是比較少的 可是我想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上面 女性的基層的比例少 因為他有很制度上面 有文化上面的問題 有很多這種可能 一種所謂的末會的這種知識上面 或者是一種互動模式所限制的結果 可是在國家的層面上面 在所謂的政務官的層面上面 他應該不會受到這些限制嗎 那我想要問的是 我們的這種在政務官的層面當中 所謂的女性參政的狀況又是什麼呢 好 那這個其實講到的就是 其實這個是一個更大的痛處 我們剛剛說說我們的高 中高層級的表現都很好 這其實是在選舉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是就政治任命的這個 我們講譬如說部長好了 那其實去年的統計數據就是 我們現在的女性的政務首長 包括一些這個政務委員 只有三位 所以占全部40位的比例是7.5% 這比女理長還低 那其實不是說一向都那麼差的 其實以前也有20幾% 甚至將近30%的這種這種 你剛剛提到阿扁總統 甚至後來馬英九總統 其實都有在比較積極的讓這個女性 擔任這個政務首長 或者是次長的這種位置 所以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可惜在於 如果我們好不容易有一位女總統 那卻沒有積極在賠力更多的女性部長 而且你不能說當一個部會部長 你就可以當譬如說行政院的副院長 或者院長 然後你更難有機會就當總統 還是有一個養成 對這個養成是他要在不同的部會啊 甚至行政部門 然後還有也許縣市首長 有很多的歷練的機會 那未來才有一個女總統這樣的一個資歷嘛 所以其實如果在內閣的首長 沒有給更多優質的女性這樣機會的話 其實是很可惜的 這是我剛剛說 我們下一任女總統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看到 對 我跟你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不只是在台灣的文化上面 制度上面有問題 台灣是一個領導者 怎麼樣他的性別意識 或者是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也不只是眼聞 或者是很多的婦女團體 性別團體在做努力 這樣的一種改變 也必須透過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他才有可能有些改變 所以我想年底的選舉 在投票的時候 除了你本來的政黨的選擇 或者是政見的選擇 那也許性別 也可能是一種選擇的 一種思考的方式 那這都是我們在做選舉投票的時候 可以有多樣的可能性 而不是只有在所謂的學歷 或者是抄襲與否 或者是這個 血統與否等等 或是傳統的政黨與否來做選擇 今天非常謝謝顏文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節目到這邊 下次再會 拜拜 拜拜 怎麼樣 給大家看